11月30日,香港教育局局长杨润雄表示,香港教育局将增加资源培养香港学生的价值观,同时也希望香港各个学校能好好思考,应如何培育好香港的下一代。 据香港文汇报报道,11月30日,香港教育局局长杨润雄在出席电视节目时表示,近段时间以来,香港中学及大学生频频做出不合规矩,期望甚至违法违纪的行为,包括跳闸、堵路、参与非法集会、与他人发生暴力冲突等。 杨润雄表示,从种种情况来看,香港学校确实有必要检视一下在培养学生价值观方面的行为和做法,反思一下学校在培养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上,是否可以做更多,包括辨别信息真伪,处理与他人发生的冲突,以及个人发展和成长等方面。 据港媒报道,在近5个月的暴力活动中,有2345名学生被捕,占被捕人士的4成,其中910人未满18岁。 杨润雄直言,这些数字让人震惊,杨润雄承诺,香港教育局接下来会采取切实行动,例如增加教学和教育资源,对香港教师进行专业培训等,希望能以此帮学生树立正确、积极的价值观,同时也希望学校能认真反思,思考应如何培育下一代。 被问如何看待香港理大刚解封又有不知名人士进入校园,杨润雄直言,从安全考虑上,大学应该好好检视下有需要改善的地方。 此外,他又指,在处理大学校园安保方面,大学应该要对香港特区政府制度和香港警方有信心,未来可以与香港警方和教育局商讨定出原则,以保证香港高校日后的运作更加顺畅。